杨子人形立牌成照妖镜 杨子缺席长相思二发布会 同时被四个男人辜负 邓维张婉一嫌弃 立牌被扔垃圾桶 人情事故 被谭剑刺展现得淋漓尽致 网友痛批男团格局小 近日 长相思二的宣传活动上 出现了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 原本在发布会上 杨子因拍戏未能出席 主办方特地设置了小妖立牌 想让粉丝们通过立牌 感受到杨子的存在 然而 活动结束后 几位男主角在主持人的提醒下 竟然选择了无视立牌 直接离场 让立牌孤零零地留在了舞台上 更过分的是 随后立牌竟然被扔进了垃圾桶 这一行为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粉丝们纷纷表示 对男主角们的不满 认为这是对杨子的不尊重 也有网友猜测 是不是因为长相思二的级数只有21级 让大家有些失望 才导致了这样的发泄行为呢 不过 无论怎样 这样的操作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女乐圈中的明星 必贤文学 一场发布会 堪比十个大瓜 长相思二招商会的现场 真是让人尴尬到脚趾抓的 杨子又火上热搜了 这次是因为他在剧里的小妖立牌 居然被人扔到垃圾桶里头 这事儿真是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 有人猜 是不是长相思二7月8号要开播了 他们想用这种方式炒作一下热度 之前长相思一那精彩的大结局 杨子的演技简直把观众迷得不要不要的 很多人说没有杨子 就没有长相思 但现在 连他这么会说话 情商高的明星都碰到了一个超级尴尬的时刻 发布会上 长相思二的四个男主角登场 王洪裔穿红西装帅得像个妖精 张婉裔则是黑色中国风 有点而油腻的邓维 还有瘦削的谭剑刺 这四人摆pose的样子 没了杨子 就像一群乱飞的鸟 啥都挡不住 镜头拉近王洪裔 他的扇子上写着婚礼马上来 张婉裔的扇子上写着有错吗 这绝对是剧里的经典台词啊 邓维的扇子上写着重生大战 坠牙记 谭剑刺的扇子就更直接了 全都是香柳的大头贴 这四个家伙 心机藏得太浅了 明明是宣传 但这个样子真是让人有点而哭笑不得 王洪裔他们好不容易摆完pose 结果新的亮点又闪亮登场了 不知道会是什么呢 主持人说 来吧 四位宝贝 上台来 顺便一人拿一个麦克风 可邓维这家伙有点而小虚伪 他主动把手里的话筒递给了张婉裔 谭剑刺就顺势接过另一个 没想到 这短短一秒钟 邓维把话筒又转给了张婉裔 谭剑刺又接过来给了邓维 这四个人的默契配合 娱乐圈里的人情事故和情商 真是活生生的例子啊 可惜啊 杨子在长乡四二的宣传晚会上没露面 真是让人有点失落 说实话 他们四个站一块 就像少了根定海神针 感觉有点乱糟糟的 缺了点灵魂人物 王洪一自我介绍的时候 虽然五官普通 没啥亮点 但他那骨子脾帅劲 至少能让人感觉到他深藏不漏的心机 和对感情的木讷 有点像长乡四里的赤水风龙 张婉裔在剧中的枪旋 演的那个疯癫 隐忍又阴暗 光是他那双会说话的眼睛 就透出 枪旋历经风雨的坚韧和无敌气势 简直是唯妙唯笑 邓维这一年不见 是不是去做了什么整容啊 那张脸变化太大 看得我差点认不出来 完全不像长乡四一里 那个风流倜傥的涂山景了 谭剑刺的状态简直是杠杠的 那个对外温柔 对小妖热情洋溢的香柳形象 简直就是她的真实写照 特别是她自我介绍时那歪头一笑加犀利眼神 简直就是她品性的真实反应 让人觉得既可靠又赞 话说回来 杨子没到场的时候 主持人捧着小妖的人偶上台 张婉裔本来要伸手帮忙 结果王红一一副别动的样子 轻轻摇头 这动作真是让人心中点小火苗啊 然后主持人问大家想不想小妖 大家都沉默了 只有谭剑刺直接来了一句 我们九个脑袋都想 这话真是让人心里一凉 因为整场活动 小妖的人偶就像个小可怜 一直都是主持人在照顾 王红一他们四个帅小伙儿 一个比一个潇洒 举着扇子推销自己 可就是对小妖的人偶视而不见 看得我眼睛都快花了 主持人最后看不下去 客气地说 让他们些话 还试着弥补他们的失误 问他们要不要带小妖下去 这画面真是有点尴尬 当时王红一 张婉一和邓伟 压根就没大力主持人的说话 只有谭剑刺主动要接过小妖的人偶牌 可惜 谭剑刺还得去推广劣罪图剑2 所以没帮上忙 不过还好 他至少伸出了援手 而其他人直接走人 毫不在意 最后 小妖的人偶牌 还是被工作人员收走了 那画面真是有点惨 谭剑刺的那个瞬间 无意间就把娱乐圈的规则 都展露了出来 大家纷纷说 谭剑刺没带小妖下去 可以理解 毕竟他还有别的工作 但其他人就做得过分了 回想起长相思一发布会 邓伟因为有事缺席 杨子带着张婉义 王红义 和谭剑刺一起抬着邓伟的人偶上去 还深情地说 这不是个物件 这是我们邓伟 图山景 他今天不能来 我们就把他请上来了 看了长相思二的活动 在对比长相思一 大家都说 杨子真的是圈里的体面人 确实 没有杨子 好像就少了点什么 这就是无杨子 不相思这句话的力量 就算有人故意辟出小妖人偶 被扔垃圾桶的假照片 上了热搜 反而也在无形中 帮杨子宣传了新作品 大家都说 杨子超级有礼貌 跟谁合作都相处得好 没听过谁说过他不好 大家都夸他 人好演技棒 看了长相思二那个现场 谭剑刺不经意间的举动 就显出了他超赞的品格 和待人的得体 大家都说 谭剑刺嘴巴甜 互动起来又自然 特别懂观众的心 真让人满意 难怪他演啥都活 因为他真的全情投入 把每个角色都琢磨透了 就像在长相思一里小妖扑进香柳怀里那一刻 他眼神里的那份忍耐 惊讶和爱意 简直是藏不住的 太迷人了 杨子作为90后女顶流 与他相关的一举一动 粉丝们自然也都是在用放大镜看着 之前肖战帮杨子提裙摆 虽然被夸绅士风度 但也被吐槽蹭热度 和杨子二搭的李线也是 如今看来 长相思男团们或许也是看到肖战 李线吃过亏 长记性了 但就算是碍于蹭热度而避嫌 这才连人形立牌都不服 终究还是有些格局小了 不过 虽然粉丝大怒 惹至事件发酵 但片方给予杨子这位女主的牌面 确实一点都不小 长相思第二季的演员表 把杨子单列出来 又一次证明了杨子的大女主身份 如此一来 粉丝们不妨也大度点 不要与这些细节过于计较了 虽然没能从他们这得到应有的牌面 但杨子的牌面却是国家给的 6月18日 法国驻华大使馆宣布杨子 将担任巴黎奥运会火拘手 这一消息已经公布 不仅粉丝们欣喜若狂 连普通民众也纷纷称赞 认为内地娱乐圈的女明星 真的为国争光 杨子不仅在国内事业蓬勃发展 如今更是在国际上获得了认可 实在是令人振奋 这并非杨子首次获得国家的认可 要知道 在90后女演员中 她不仅是唯一一位参加过央视会议的人 而且还担任了多个公益大使的角色 据粉丝统计 杨子已经获得了央视超过20次的表扬 如此一位跟正苗红 充满正能量的演员 怎能不让人喜爱呢 感谢观看